接著我們再來看看管理大師觀點的第二個一代的部分 我們一開始就介紹普拉哈拉德 這是一個印度的學者 Perhalad 這個名字很難念 Perhalad 普拉哈拉德 他好像在2013年過世了 往生了 不過他 因為他出版了這個2004年 《金字塔底層的財富》這一本書 對管理學界造成很大的衝擊影響 他就認為說 一般的企業都是在高消費族群 中高消費族群 從來沒有把服務的對象 放在所謂的社會的低層 可是我們在講說 社會的低層是占絕大多數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普拉哈拉德他就強調 就是說企業對低收入的族群的應有關切 使企業具有所謂的Social Enterprise 社會企業的良好形象 這本書講的並不很有理論模型 不過 他的這個主張 讓他成為2013年的 這個所謂的前50大管理學者的上榜者 那在接下來就是克里斯丁森 這是一位近代的美國有關於創新 就Innovation的一位學者 他提出來所謂的這個所謂的顛覆式的創新 顛覆式創新的跟傳統的這個持續式創新不太一樣 不過這個顛覆式創新它這個理論模型 提出來的也不見得讓人家很容易懂 那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創新路 這可能一般會認為就是持續的研發 造成這個產品的這個 造成這個產品在市場上領先 可是克里斯丁森呢 他強調就是說 在我們人類的社會上面 這個市場的這個創新呢 可能就是一個顛覆你傳統想像的 想像的這個概念而已 再接下來就是BOS 我們講說Blue Ocean Strategy 就是藍海策略 這是有一位韓國的學者 和一位法國的女學者 叫金偉燦和莫伯瑞 這是我們中文的翻譯了 就是King and Mervynay 這個是兩位歐洲工商學院的教授 InSid 這是在歐洲裡面非常有名的 他的名聲不下於所謂哈佛大學 他在2004出版了Blue Ocean Strategy 這本書 那這本書呢 他把過去的一些我們講管理工具 這些都是管理工具 有八種管理工具 把它組合起來 組合起來 然後他利用這種的 這個南海策略的管理 就是所謂的Visual Awakened 就是所謂的我們從視覺上面 視覺上面察覺我們目前的狀態 然後呢也利用一些工具 叫做然後來協助管理者 或是我們講領導者 做Visual Exploration 就我們視覺上能夠去探索 這個有哪一些沒有競爭的場域 是值得我們投入的 然後再過來呢 就是所謂的Visual Strategy Creation 我們創造 就是所謂的這個南海的競爭策略 這裡面有四個模組 然後八種工具 這個工具都是管理學者 這裡面耳熟能詳的 所以有人就認為說 南海策略並沒有什麼新意 我們還沒有解釋所謂叫南海策略 南海策略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在紅海裡面的相互廝殺 而我們應該跳脫這個競爭的場域 去開拓這個像是遠洋裡一樣的 這個未開發的領域 所以它叫做南海 Blue Ocean 就是我們這個企業應該放眼光 去開拓這種沒有競爭的這種場域 然後能夠把它脫稠 可是這樣的說法 到後來也會被人家批評 那這個批評就是說 你要在紅海場域 你不要不要在那邊競爭 你要跳脫出去 到南海 可是這個南海 就好像兩個鯨魚缸一樣 你跳的對不對 那個到底是不是南海 或者是這南海裡面有個大白鯊 你一個小鯨魚跳過去以後 那不是更慘 所以這個主要對於南海策略的批評 就是這樣 它也說實在了無新意了 就是把傳統的管理工具組合起來 然後鼓吹企業去開創南海的這個場域 而不要緊著重在這所謂紅海的競爭 好 接下來這個就很有用了 叫BSC Balance Scorecard 這個是好像也是2004年吧 有兩位這個美國學者 叫Kaplan和Norton Kaplan好像是學者 Norton好像是商人 是一個顧問公司的董事長 就是執行長 他們兩個合作的 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叫做BSC 然後在他這本書裡面的主張 他是主張就是說 企業應該以他的 遠景和策略著手 去考量多個面向 多個面向 不要僅僅在 執著於過去傳統的 Financial的這個 construct 就是所謂的財務 財務購面 財務購面上面去努力 因為我們知道 你賺錢的公司 不代表有未來發展的空間 我們也常常看到 賺錢的公司 如果因為科技 或者是這個思想的改變 一系就完蛋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像Motorola OK 就是突然一下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說要評估 組織的整體績效 除了這個financial這個購面之外 就財務購面之外 然後這兩位作者 又舉出來其他三種 一個叫做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 叫做內部的經營程序 這個主要偏重在品質管理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Learning and Growth 就是我們講學習與成長 就組織學習和未來的成長 這個著重在Knowledge Management 就是所謂的知識管理和創新的這一部分 然後那個最後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Customer Oriented 我們要專注在顧客的需求 那我們就叫做行銷啊 或是顧客服務管理啊 這一個領域裡面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要從你自己的企業的 遠景和策略來為出發點 然後所謂的平衡是什麼意思 這個BSE的Balance是什麼意思呢 他這兩位作者主張財務指標 要和非財務指標要能夠直接取得平衡 那我們剛才兩位作者所舉的內部企業程序啊 學習與成長和顧客專注啊 這都是所謂的非財務指標 然後呢落後和領先指標要能夠平衡 那一般企業都著重在落後指標 落後指標就是實際已經發生的 就是發生以後呢 你把那個發生的結果做個統計數據來顯示 然後再規劃未來的作為 不過我們講這個落後指標 發生都已經發生了 你沒有辦法對未來做預測 所以我們應該要著重在領先 不能講著重這兩個指標要平衡啊 領先指標 那我們講說領先指標最好的範例就是 一個國家的股市 我們講這個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就是由市場上面能夠反映出來 這個企業有什麼樣的前景 好 那短期和長期目標之間的平衡 通常企業著重在眼前 就是一兩年甚至三五年可以得到的利益 可是企業要能夠長期的發展 持續的發展要著重於長期的目標 長期的目標就是遠景 就是遠景就是所謂的vision 然後呢量化和直性的衡量指標之間的平衡 通常一般企業著重於數據管理 那就是量化 可是呢直性的衡量指標 比如說員工的士氣啊 團隊的默契啊 組織的聲譽啊等等的 這個都是所謂的 Qualitative Measurement Index 就是所謂的直性指標 這兩個指標之間也要平衡 當然除了老師所舉的這幾種平衡的觀點之外 當然還可以其他的很多 只要你想得出來都可以運用 好 那這邊 只要你想得出來就還可以運用 好 我們就要對BSE的觀點 再提出來跟同學們一個說明 作者提出來四個面向 四個面向 財務啊 內部程序管理 學習成長和顧客 不見得任何組織都要按照這四個面向去做評估 好 那老師用這張投影片呢 好 我們講說 除了你的財務內部程序 學習成長和顧客關注以外 還有其他項度對你這個組織是比較重要的 好 我們 國內一般的翻譯書籍 都只是這四個指標 所以我們在實際運用上 學生都會講說啊 BSE就是這四個指標 其實這觀念是不對的 好 我們應該要按照企業的特性 或是組織的特性 然後自己去選定跟他有關的這個 所謂的評估的構面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一個例子好了 就像軍事上面的軍事組織 我們講國防部的組織 可能財務績效就不見得是一個 是一個他著重的這個構面 因為我們知道 軍備的研發 通常都需要大量資金資源的投入 好 我們只著重在結果 就是為達到目的 不計任何成本代價 那個時候你就不能夠去考慮成本效益了 所以這個財務指標在軍事組織 或是國防組織 就可能不見得使用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要強調 這個BSE你要選幾個構面 那是要看你的組織特性而定 然後呢 不管哪個構面 都是要從你的遠景和策略來出發 然後每一個構面 都要去制定所謂的你的績效提升 績效提升的項目是什麼 然後你的績效目標是什麼 衡量系統 評估 績效評估的準確和相關的管理作為是什麼 這樣子才能夠作為一個有效的分析的工具 管理作為始終是最後分析的最主要的產出 如果你做了一堆分析 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可是老闆問你說 那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你沒有所謂的管理作為的話 分析都是白分析的 好 所以這個是BSE的運用範例 好 那我們這個管理大師的觀點 我們介紹了大概有五六位吧 五六位 這個 那當然還不止那麼多 不止那麼多 不過我們在這邊 因為我們限於篇幅 所以老師要必須要做個 對於管理大師的觀點做一個結束 好 那我們在這個管理大師觀點的這個 這個省思結語的部分 我們有引用Peter Drucker 就杜拉克 他講的一句話 就是大部分的管理是讓人更難做事 這句話 所有學管理的人都要引以為戒 因為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人家說 學管理的最不懂的管理 這句話 如果你是學管理的人 你就必須要引以為戒 那這個現代管理職部 Peter Drucker 他也說了 Most of what we call management consists of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people to get their job done 如果管理學者所推出來的理論 或是他的主張 讓人更難做事的話 那你學者管理幹什麼 所以我們這個要特別的去領悟 領悟這個杜拉克 這位管理 現代管理學職部 對我們提出的警示 好 那這接下來就是這張的關鍵詞 老師在這邊列舉了三頁的關鍵詞 在這邊 比如說4P 7P的行銷組合 6M生產要素等等等的 這個三頁 第二頁 含第三頁 那這個呢 這些關鍵詞呢 在老師的參考書裡面都有略做說明 都簡要的說明 然後因為這個牽涉到範圍就太多了 所以在這邊要跟同學們講 這個關鍵詞 keyword的部分 要請同學們自己去看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那我們就要在課堂上提問 讓老師可以給我們進一步的解說 然後在結束這張之前 老師還要特別跟同學們強調這個keyword keyword的英文叫keyword 我們中文很多人把它物翻譯成為叫做關鍵字 請注意到 我隨便來講任務 對中文來講是兩個字 可是這兩個字的組成變成任務 它才有意義 那叫做詞 所以我們在講說 英文的keywords 它通常後面words後面是有個s 就是多數 就是由英文的幾個字所構成的 那同樣的中文也是應該是這樣解釋 所以我們正學翻譯應該是關鍵詞 而不是關鍵字 這個是要跟同學們特別強調的 好 那我們這張就介紹到這裡